疏通马桶换马桶 这个case呢是在万锦 这里有一个马桶 很老的一体的 然后呢今天换一个 美镖的刚买过来的 然后这马桶呢也是老堵 然后客人就说 换了一新的就完了 就不修堵了 就这样OK 刚才我说不用疏通的堵了 然后客人说还是把这个堵签疏通了吧 要不怕下面什么管道有什么在堵 然后OK 现在我看一看怎么样 先把它疏通了 然后再换马桶 这个马桶呢就疏通好了 试一下 不过还是这个马桶是老的 然后呢它这一块 感觉这个Flipper这块也是有问题 刚才充满之后还是在不同的不停的这个油水出来 所以呢OK就换一个新的就行了 就这样 这个客人呢买了一个这个编号 看一眼 这是特价完之后268的这一款 然后一会装完之后再看一眼效果 OK 这个马桶呢装好了 然后先试一下你看啊 他这268是和228有什么区别呢 268是这个大的Flipper 这个呢是4寸的应该是 228是3寸的 然后就是这区别 而且还有一区别 这个这个座圈呢就是比较合适 那228呢感觉是有点大 但是呢大呢也没什么不好 做的更舒服 所以说各有利弊 这次228和268这两款 然后试一下 这第一次 等一会儿啊 然后再试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水有没有漏 时时刻刻的要关注这些东西 然后摸一下 等它上满了再冲一次 看一看 目前来说都一切正常OK 对 试一下 冲力呢其实都OK 都是挺大的 但是呢就是三寸和四寸的烤 这个东西就是肉眼应该看不出来的 就是这样 OK 嗯现在再试一下 然后呢就摁一下 对摁一下 这个水箱呢走了一半的水 这个呢就是证明就是用于小便之后 然后大便之后呢就是按按住 按住后住它一秒钟以上或一秒钟就可以 就能把整个的水90%的水都能给用光 然后冲大便时 这个呢跟这个盖上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小水一个大水 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OK 我已经做了两个月了 就会转到水 然后就会转到水 转到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